市场在这个破漆以后,各国都有了自己的表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呢是由个人而不是政府发出的声音 那么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美国,总有一些人在揣测破漆以后会怎么样 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漆这个东西呢,去年前年大家都在谈,因为有几次都临近破漆 那么到现在为止还有人看不太清,总认为好像美国这边宣布中国涉嫌操纵汇率 其实这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判断,它跟经济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汇率破不破漆在于市场信心,而不在于中国政府 中共根本就不希望它破漆,因为漆以后就没有可以再能守住的点 不要谈7.5,8.5,是吧,不要谈这些东西 我记得一年前在泰国的时候我就谈过什么叫增钱,什么叫假钱 人币呢,它和美元完全不一样,它是两种东西 美元自从发行以来,它一直是有效的 人币呢,是一个寿命非常短的金融产品,其实每一种货币都是在国际社会中进行商品流通兑换的券 所谓的外汇这种汇率,它是根据各国间经济交换需要所设定的点 这个点通常是由市场来设定的,因为我们知道 卢布曾经大起大落过,其他大起大落的货币太多了,是吧 从这个马克,法郎,日元,所有的这些,因为政权的更迭,而坍塌的货币 包括我们中国人更为熟知的金元券 那么在人们印象中,能跟着政权更迭,而坍塌的货币 不胜美举,不用去管它,这种钱一般来说它是与国同修的,与政权共兴亡 所以呢,根本不存在中共控制汇率的问题,他们没有能力去控制 他们可能会短暂干预,是吧,让它出现一个回调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央行的意愿不是很明确 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手上的外汇玩不了几把 即便你把它拉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市场在拽着它往下走 而且面临的是一个深渊,它面临的是跳楼架 就像人们经常说的,最近一个月老有书记跳楼,是吧 一会儿这儿的书记,一会儿那儿的书记 一个月来跳楼的可能有七八个的,书记们很忙,都在忙着跳楼 其实人民币的这个汇值也是一样的,最终汇事会被冻结 跟改革开放之前一样,你即便有一些外币只能收在家里,静悄悄的 闲着没事儿没人的时候,是吧,拉上窗帘,点上灯,数着玩,当画画看 我们看到昨天,突发了很多新闻,其实人民币破七呢,是最后一个 首先人们看到的是混改,或者叫公私合营 那么紧接着,新闻里面又开始辟谣,是吧 说这个,没有公私合营,只是互联网经济,有一些巨头被国资委约谈了 要求增加混改的这个比例,是,这就是书面语和正常交流语言之间的差别 他说是混改,我们把它理解为公私合营,这没什么毛病 他越辟谣,市场的信心越慌,那么外资撤离的这个幅度呢,越来越大 美国这边又加税了,在这种跌加之下,其实出现破七,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不用特别拿它当回事,因为你急也没用,市场它就是这样反应的 今后的反应可能会更强烈 那大家有什么办法呢?我看到有一些人已经在预先敲警钟了,有一些是善意的 有一些呢,可能涉及到这个,帮助政府呢,维持舆论的稳定 是吧,他们在灌输一个观念,前苏联从92年开始,卢布大崩溃 甚至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这场波子 让所有的,让所有的前苏联公民,在银行的存款一夜之间,几乎降为零 经过几次币值的变动,幻发新币 原先官方排价,约等于美元的卢布,贬值了三万多倍 那么贬值了三万多倍以后,你一生的积蓄如果说都在卢布的这种存单上 哪怕是现钞,基本上都成废纸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没看到呢? 其实稍微理解,或者说了解一下九十年代苏东巨变的,都看到了这一点 那么,这个历史事件给我们传递出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人民币极有可能也会像卢布一样的瞬间坍塌 在十年内贬值三万倍,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前苏联的实力,其实比现在的中共要更高 对经济的掌控,各方面资源以及科技的这种 老底,比中国要更厚 前苏联在最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过,相当于美国实力的70%以上 非常接近美国 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过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而且粮食供应 从来就不能自给自足 中国特别需要外汇 需要加入国际社会循环 因为只有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你才能换来外汇 你才能换来附加值 靠自己的劳动力优势 靠三四十年来培养起来的这些技术工人 可以从发达国家进口一些类似于芯片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然后配套生产一些辅助的这些设备 把它加工成电脑,手机,电子产品,机械产品 销往全世界,换来大量的美元 来发展自己的国防 来购买粮食 至于像能源这样的东西 说到底一句话 它是一个润滑剂 购买的石油 它不仅仅是提供了本国工业的血液 同时,它是为了加工生产 中方这些组装商品的这种动力 那么,往全世界销售的过程中 能换来更多的附加值 所以能源这一块,中国本国所需要的其实并不多 它还是为了外向型企业 为了外向型经济 去进一份润滑的作用 加速的作用 那么中国经济如果说陷入一个自循环的状态 出口的东西将越来越少 它对能源的需求就不会那么迫切 它唯一需求的,其实主要是粮食 因为自己供应不了 中国不会是俄罗斯 也不会是委内瑞拉 中国的问题在人 中国有这么多人,它要吃的 前苏联即便出现了经济危机 它有比中国抗域风险比较强的一些东西 中国是不具备的 首先前苏联人少 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人就更少了 对吧 才一亿多人 虽然它在高寒地带,它的粮食产量不高 但是它有优势啊 几乎每家在郊外都有自己的别墅 把别墅门前的土地,花园平整一下 开垦一下,它可以种土豆啊 前苏联怎么样熬过所谓的休克期 到现在为止,前苏联人不愿意说 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专家,学者 甚至普通公民去旅游的邮寄 就记载了,每个前苏联公民 家门口的,别墅门口的土地 都给他们搞成了菜园呢 有许多人 在没有办法指望退休金 指望存款过日的换取物资的情况下 就靠自己中呗 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 这是一个明显的区别 你没有能力自救 你没有地 那么,斯拉夫人 不管国际社会怎么看她 她终归还是白人 她有一些理性思维的基础 所以前苏联呢 即便她解体了 分裂成15个国家 她最终 还是有着自己的抗欲风险的 这些基础 制度性的独裁 集权消失了 现在出现的是个人独裁 但是像普京这样的人 你即便是个强人 俄罗斯在他手上玩了20年 他还能再玩20年吗 他活不了那么久 所以个人的独裁是有希望结束的 而制度性的独裁是必须要推翻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 中国人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没有足够的可以进行对社会 对变革 为什么出现变革 出现反思的这些人群 中国庞大的人口激素 导致中国的粮食问题 谁也回避不了 还有一个呢 苏联有东正教 教会在整个社会变革起 起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这些东西中国都不具备 中国与前苏联完全不一样 你不能指望中国 B值崩塌了以后 还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 可以预见到的这种社会 这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货币一旦出问题 首先它没有人托地 即便川普现在说 中国涉嫌汇率操纵 但是没什么用 这只是政治上的一种谴责 它是政治上的一种砝码 跟经济活动没什么关系 中国出现的目前的B值混乱 它不是由中共来决定的 市场会推波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今天 看不到任何可喜的 或者说可圈可点的 能够拉动经济的消息 现在全国都在快速的左转 闭关锁国正在进行中 不仅仅是对台的自由行的问题 涉及到现在 因公出国的考察的 都要重演审核 而且要防止脱团 说明他们也意识到 整个执政团队不仅人心不稳 钱在跑 人也在跑 要想稳定一个国家 管理一个国家 不是靠习胖开两个会 发两个感慨 就能管用了 要靠整个统治集团 上下齐心 才能把一个国家管理好 或者说利用 七千万吃黄粮的 来管理十三亿八千万中国人民 其实他的管理团队已经不稳定了 早就不稳定了 不要把他们认为 他们还有他们曾经宣布的 那么强大 中国的变化 因为与世界经济的脱钩 或者说因为美国人不带他玩了 对吧 他不能在肆无忌惮的 挥傻的 从全世界挣来的美元 到处买买买 到处 通过汇通天下的方式 来影响 其他国家的政治 经济 甚至一些小国的国策 那么他的游戏 基本上 就已经终结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破七 其实是中控这个政权 他完了三四十年之后 在混入世界经济大潮之后 被甩出去了 这是一个结束的开始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